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起来听一遍这首七言古诗 秦歌 礼奇 主人有酒欢今夕 请奏民琴广陵课 月照城头乌伴飞 双七万数 风入一 铜炉滑竹 竹增辉 初潭露水 后楚飞 一声一动 雾接静 四座无言 星欲昔 清怀奉时 千余礼 赶告云山 从此时 这首诗翻译为 今夜 今夜 今夜主人有酒 我们赞切欢乐 敬请弹琴高手 把广陵曲轻弹 城头月明星熙 乌雀纷纷飞散 颜霜 含青树木 冷风 吹透 外装 铜炉熏燃檀香 华竹闪烁光辉 先弹一曲露水 然后再奏楚飞 一声琴弦播出 顿时万赖聚迹 星星未知隐去 四座沉默陶醉 奉命初始清怀 离家千里万里 告归四日穿云山 事业蒙声 此意 本诗前两句交代了听琴的场合 时间 缘起 以及演奏者 因酒性而鸣琴 可见其心情之畅达自适 欢字 渲染了宾主之间 推杯唤展 其乐融融的热闹气氛 明琴二字典提 统领全篇 三四句 转折一笔 不写演奏 而写夜景 描绘了一幅 七神寒谷 巧创幽碎的深秋月色图 月光如水 倾泻在静默的城墙上 不时有乌雀惊飞 银霜满树 木叶萧萧 寒风吹衣 一派漆冷肃杀之气 这事以哀景反衬乐琴 同时也为夏文写弹琴 做了铺垫 五六句写初弹情景 铜炉华竹竹增辉 表明酒宴已入高潮 铜炉熏染檀香 华竹闪烁生辉 在庄严华丽的气氛中 广陵客登场现役 格外的引人注目 《鹿水》是著名的古琴曲 词曲清空淡雅 《楚飞》 也是一首当时广为流传的名曲 属于深情绵妙之作 接近二字 形象地写出 彻耳聆听琴歌的专注 着迷的神态 玉西二字 巧妙地点明了演奏时间的持续 也照应了首剧中的欢字 为夏文的直书胸义 埋下伏笔 莫两句 诗人写自己的感触 他要奉命初始清怀 别宴上屡屡琴音 不离牵动了他的无限相思 想到自己要离家万里 不知何日才能还乡 他必会暗自地 潜然垂垂 赶告云山从此始 这个反问句是诗人的内心独白 也是他听了琴歌之后 所得的人生起物 性格书放超脱的诗人 耐不得官场的名利羁绊 而与我诈的算计 还不如这样 约三五之己 饮酒鸣琴 死闲云野鹤般的生活 来得逍遥自在 全诗写实写景写琴写情 有条不紊收放自如 圆如灌珠 这首诗最值得赏玩的 应该是诗人多方应衬 动静结合 虚实相生的表现手法 他通过营造意境 渲染气氛 刻画心理 生动形象地 表现了琴歌之美 让我们再来听一遍 这首《西言古诗》 琴歌 礼奇 主人游酒欢今夕 请奏鸣琴广陵客 月照城头 乌半飞 双齐万树 风入衣 铜炉滑竹竹增辉 出潘露水 出潘露水 后处飞 一声已动 雾接近 四座无言 心欲兮 清怀奉使 千余礼 赶告云山 从此始 好了 今天的赏西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语音国学 记得把它分享给你身边的大朋友 小朋友 您还可以点击下方的阅读原文链接 获得更多的诗词语音 感谢您的关注与分享 我们明天再见 感谢您的关注